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歌行》 我是赵长歌 习近平近日防港花絮不断 先是有亲共政党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内鬼何俊贤 携带病毒与习总书记合影 害习成为病毒密接者 何俊贤则被调侃为 古有图穷笔献 今有病毒俊贤 更有网友送上对联 养兵千日用在一招 终极无剑 手足加油 7月6日 网络流出一则 前特首林郑月娥因不懂规矩 被习近平的陪同人员粗暴拖拽的视频 视频显示 6月30日下午 习近平乘坐专列抵达香港西九龙高铁站 林郑月娥在站台上迎接 港府一众官员则在站内大厅列队等候 习近平一走进大厅 全场官员随即鼓掌欢迎 林郑随即大步上前 与习近平并排而行 在为习近平介绍欢迎人员时 他更静止走到了习近平的前面 这一切被习近平身后的一名陪同人员看在眼里 他寻找时机 并迅速上前 从林郑身后一把拽住他 这时 林郑有些吃惊地回头看着他 当林郑收到这名陪同人员的简短指示后 随即调整自己的位置 走到了习近平的身后 整个场面十分尴尬 其实 中共官场的这一套规矩 谁出场 谁不出场 突出谁 不突出谁 别说高官 连小老百姓都非常清楚 是林郑对此一点不懂吗 或许 林郑有点小聪明 以为冲上前去 走到总书记旁边已经万事大吉了 没想到 中共官员竟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闪光灯前 当众粗暴拉拽他 这是出乎林郑意外的 接下来 我们说说香港主权移交 25周年晚会上的秘新 相信许多观众朋友们 不会去看这台晚会 不仅因为中共不得民心 遭人厌恶 而且 整台晚会的水准 已沦落成春晚 政治色彩浓厚 毫无艺术感可言 看几眼就让人头晕目眩 没想到 刚点看了一下 一眼就看到那个不受欢迎的人谭永林 而背景的大屏幕上 他正被人狠狠地甩了一耳光 这个耳光看起来相当有力道 甩他耳光的人正是林青霞 这个耳光来得太突然 我不禁回放了好几次 影片在晚会视频的42分37秒处 我突然发现 这是整场晚会中最好看的一幕 因为其他部分根本就让人一眼都看不下去 此处居然能得到数次回放 真是有趣 影片回放的是 1984年上映的香港爱情电影 君子好球 林青霞 谭永林主演 电影主题曲《爱的根源》曾入围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 谭永林在2019年的反送中人设坍塌 当时在香港反送中运动 警方滥用武力状况严重 导致市民厌警情绪高涨 但当年6月底 在亲共人士发起的一场撑警集会上 香港艺人谭永林与钟振涛 梁家辉等人到场站台 表示力挺港警 谭永林还上台致辞 批评示威者攻击警察的行为是全球前所未见 并认为警方是采取合理的武力 和其他国家相比 警方对待示威者没有那么严 他还高呼支持警察 谭永林在事情中的表现 不仅招致大批香港粉丝的反感 其他地区的粉丝也纷纷谴责他 不分是非黑白 谭的脸书账号也一度遭网民洗版 粉丝们表示 看错你了 更有不少粉丝折断自己珍藏的 谭永林的唱片和虚地泄愤 并表示要罢听她的歌 点看整场晚会 最邪性的地方还是成龙 成龙的出场大约是在晚会的一小时一分钟时 他出场时 整个舞台的背景和灯光都血红血红的 一面鼓上有两条红龙 成龙围了条红色围巾 编唱背景屏幕 一会是红色的火光 一会是红色的烟雾 一会又是红龙的幻影 给人造成的不适感相当之高 让人觉得成龙已经腰气缠身 重邪重得非常之深 中共是圣经启示录中的撒旦 也叫赤龙 红色恶龙 是一个几股军中外邪恶之大权的邪恶生灵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一直以红色作代表 它的晚会背景 主持人服装 演员服装都大量的采用红色 而他自己也造出了大量和红色有关的名词 如红小鬼 红卫兵 红军 根正苗红 又红又专 红色恐怖队 赤卫队 他自己还说自己是红色恐怖 1918年 苏共旧层明文颁布了红色恐怖令 中共官方也将五星红旗解释为鲜血染红的血旗 用风水师的话说 万物皆能量 有行的 无行的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物质和思想意识 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能量形式 这是基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 世间万物还有个吸引力法则 意思就是你想什么就会招什么 什么就会来到你的生活中成为现实 所以说 成龙为中共站台 与邪恶的红龙为虎 中共所带有的暴力 阶级斗争 道德败坏等状态 就会以能量的形式转换到他的生活空间 对其个人的影响 相应的就是 身败名裂 商业代言完蛋 子女不孝 丑闻重重等事件 今年 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 50年不变的中间线 因此 中港当局对庆祝活动相当看重 习近平也携夫人出席典礼 早前 大陆微博给出的晚会的出席名单 列出了四大天王 张学友 刘德华 郭富城 黎明 还有林子祥 叶倩文 荣祖儿 杨钦华 古巨鸡 李克勤 曹蒙等 并有8位主持人挑大梁 大陆媒体更大肆炒作 四大天王将在睽違15年后再次同台演出 不过 官方最终公布的名单却大为失色 四大天王缺了三位 只剩下刘德华一个 其余大咖也只有谭永林及谢霆锋 主持只有汪明泉 陈贝尔及陆浩明 而回顾25年前的香港主权移交晚会 除了四大天王同场 还有林子祥 叶倩文 王妃 谭永林 共8位巨星合唱串烧湘江族曲 如今却只剩2人捧场 2020年 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后 成龙等一些亲共香港艺人曾联署支持国安法 但当时 四大天王都没有签名 张学友不到场撑台面 但在一段采访中说 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但因为我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 我从这里出生 从这里长大 我仍然相信 这个城市 仍然希望这个城市 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 香港加油 张学友在影片用香港加油作为结尾 事件在网上发酵 这则影片发出不久就被官方火速删除 因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 香港加油被广泛使用 因而被中港当局视为禁语 比如 在2021年渣打香港马拉松中 筹备委员会主席高威林曾暗示香港加油是政治口号 在赛事当天 禁止香港加油文字出现 不过 张学友事件很快出现了反转 7月5日 北京日报发文 从政治化到张学友 形式主义的正能量还要伤及多少人 本中说 在看张学友 他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一个视频中说 香港加油 结果被个别人关联到修丽风波中 黑豹分子所喊的香港加油 迫不得已之下 张学友专门发布声明 表示自己是一个爱国家 爱香港的中国人 并解释自己说 香港加油 与北京加油 武汉加油 上海加油是一样的 其实 各种道理很好理解 多年言行在前 大家也知道 张学友的爱国 爱港情怀是真挚的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如今网络上却有一批人 喜欢拿着放大镜 对别人的知言骗语进行道德审核 强行关联 乱扣帽子 凭空制造事端 加剧力气 北京日报的这篇文章 可以说是官方释放的一个信号 北京不会追究张学友 封杀张学友 不过 这篇文章还是挡枪挡掉 仍不忘把港人定性为黑豹分子 北京不封杀张学友 也许与张学友在大陆的影响力有关 因为90年代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 有哗然的地方 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 有风吹过的地方 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 张学友在内地 还有逃犯克星之称 大陆媒体报道 张学友在2018年巡回演唱会上 大陆公安守株待兔 共在张学友巡回演唱会上 抓捕了80多名犯罪分子 张学友暂时无忧了 但2019年 张学友的亲曲《人间道》被大陆封杀了 《人间道》是张学友为电影《妾女幽魂2》 《人间道》演唱的主题曲 有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这名音乐人黄瞻作词作曲 黄瞻曾表示 《人间道》中的歌词是暗喻六四 黄瞻说 《妾女幽魂》第二集的歌词 其实在说六四 在戏中 没有人知道 我们很奇怪 你不知道也不要紧 我宣泄了就算 顾原路 怎么近视不归路 是六四后 我们大家都过不了关 为什么这样 为何还是续海滔滔 有没有搞错 我相信一万名观众中 没有半个明白在表达什么 但我们心中 有点想把这份情感放进去 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邝世事 倪邝与黄瞻是好友 倪邝曾经译黄瞻说 黄瞻田时代曲歌词 朗朗可颂 远于他有旧诗词深厚的根底 不但熟读 而且由衷热爱 他来旧金山窝区 一眼看到一套全诵词 立即捧读 责他 老远坐飞机来看这种旧书 成本太贵了吧 他物字不舍地放下 总是一有空就拿起来读 香港主权移交前 倪邝曾经获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邀请到内地游览 倪邝却说 可以组织一个名为反共作家回国考察团的组织去游览 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长歌行》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订阅 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